到底怎么回事 我之前已经跟她解释无数遍了 你有没有过女生去过你家 你不知道吗 杜老师你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现在住的是合租房 三十一天 不会吧 你是老板 你怎么还合租啊 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是大连人 所以说还没有说钱去买 几个人合租啊 三个人 其中我住一间 你住一间 我隔壁 对 是个姑娘 是小房 然后还有一间是一对情侣 但是她有男朋友 她是合租 你刚才干什么 不跟我说 那么猜了半天 你忘了吗 然后我们也说完 像卫生间啊 洗衣机啊 什么厨房啊 我们用的都是一个 她喜欢我洗 我喜欢她洗的 难免会粘上一根头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你说我跟她天天寄个着干啥 我问你啊 最近去到你的合租房的房间的 女生是谁 我从来不往家里带 人或者朋友 我的意思是是你合租房里面有两个女生啊 我们交流很少 你叫什么来着 小凡 小凡对女生是个什么样的女生呢 她挺爷们的 就挺仗义的 平常有时候我工作很晚了 她会回来我们再一起吃个饭 就简单的聊几句 小凡没有帮你干干家务之类的 小凡没有帮你干干家务之类的 你这不可能是小凡的头对 不对 她一定是有事 我想再胡 你们你最近房间里怎么那么干净啊 那都是我自己收拾的啊 你说你那些什么你自己收拾的 你当我傻我就认了 你当丑老师也是傻子的 你当这么多人都是傻子的 你也太过分了吧你 我问你最后一个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讲清楚 你要是不说我们就分手吧 别闹了 你在逼我 不是我在闹你 我问你讲 你别说话了 我问你 事儿说不清楚是吧 真说不清楚 他就不想说实话 你能不说话吗 能说清楚吗 这根头发 葳葳 今天 问题问题 你想要我 还得想要这个答案 你如果现在就想要这个答案 行 他俩就没有以后了 那么凶啊 我让你好好考虑明白了 再告诉我 我真的现在受够你了 这是干嘛要这样呢 我真的就是受够他现在这样了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